Namotas bhagavato arahato sammasambuddhasa 离尽他四尊阿罗汉 圆满自觉者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吉祥寸者 今天我们来谈一个课题叫 琐碎史 对我们生命所产生的影响和消耗 如果我们回顾我们这一生 或者是很多人的生命 你会发现到很多时候 人们的精力消耗在琐碎史 想琐碎的事不重要的 说琐碎的事不重要的 做一些说琐碎的事也不重要的 多少的精力就花在这些方面 生命是非常短暂 当我们把精力花在琐碎史的时候 其实它阻碍了我们把精力 和我们的专注力 用在有意义 能够改变生命 提升生命的项目 或者是领域 真的是如此 当一个人的念头 天天去想 一个小小的事情 他就去烦恼 看不开 没有大气 是小气的那种心 那你看 他的力量 身体的能量 那个魄力 生存的生命力 都大大的减低 因为琐碎事 把它耗干了 耗累了 耗尽了 所以怎样我们能够摆脱 这些琐碎事呢 要有生命的理想 要有志气 要有方向 当我们有生命的理想的时候 有些时候 很多事 别人认为是障碍 对你已经不是障碍了 因为你会看得更远 更清楚 然后呢 你就会走 这些琐碎事 影响不了 有一个比喻 就是骑在快马上的人 当你骑在快马上的时候 机体 狗肺 你基本上没时间理 你不管 因为你要冲向你的目标 只有当它阻碍了你前进 那个可能你需要停下来去应付 如果没有阻碍你前进的 路边的花朵啊 青蛙呱呱叫啊 鸡在提啊 狗在吠啊 猫在喵喵叫啊 这些都不影响 为什么你不想让你的注意力 被它影响到 因为你有一个目标 你骑在快马上 你要快速地抵达你的目的地 一样 如果我们的生命 常常记得我们生命的目标 我们想要好好的达成我们的理想 那我们就不要让这个所随时影响了 比如说过去 那已经过去 已经不相干了 如果我们要 就从过去的事里 记忆里 历史里 学习 增长我们的智慧 这是可以的 但是如果我们继续去想 还为了过去的事情 已经无可改变的懊恼啊 焦虑啊 没有好处 未来也是一样 有些人为了那个未来啊 就很焦虑 很紧张 万一明天怎么样 就让今天都活不好了 所以这也是让那些 所事不相关的事 损害 消耗了我们的生命力量 其实很多时候都是想出来的 我们不要想 谈那些没有意义的说事 我们也不要去谈 那些不能够产生作用 又不相关的事 不要谈 说所随随的 不要谈 谈了也没有什么益处的 不要谈 然后呢 到进一步的想 我们不止不要做 不要谈 想都不要 不要让我们的心思 被这些所所随随的 过去未来 不相关的小事 沾去了 沾满了我们的心念 那真的太可惜了 就要记得 我们的注意力 我们的心念 都是一种 资粮资源 我们用得好 它我们的生命会提升 会改变 我们用不好 我们的生命的能量 就会消耗 甚至会产生 负面的坏的结果 因此呢 我们要记得 心里要分辨 哪一些 对我们的生命 对我们的目标 有帮助 有加分 哪一些事 对我们的目标 我们的东西是减分的 对我们的目标 是减分的 那我们就减分的 就不要去想它 不要去注意它 不要去说它 不要去做它 如果是加分的 有益的 那我们就去思考 或者是去谈论 或者是去做 那我们所付出的劳力 是有价值的 那那些事都不叫做琐事 琐事跟小事是不一样 如果是细微 比如说你做一个 发射火箭上太空 那每一根螺丝 那些都不是琐事 也不是小事 因为它可以影响到 整个发射的成功跟失败 那个不叫做琐事 我们讲的琐事 是那些无关紧要 你想了做了 谈了 也不会带来什么好结果的 那种 我们把它归纳成琐事 希望我们大家都懂得珍惜 和把握我们的生命 不要让琐事 消耗到我们的 生命的宝贵能量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